秋冬季的看穿呆在院系来了,昨天刚刚叫大家让男生一秒心动的穿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怎么穿出自己的专业院系特别,争取一曲成为院花细花,俗话说树叶有专攻,不同专业院系散发出来的特质都是不同的。 咕咕就挑出五大级具代表性的院系,看一看,能不能通过穿单,让别人一眼看出来你是哪个系的小仙女,金融器女生给人一种十分专业严谨,俐落干练又气场十足的感觉,俐落的黑色小西装混搭直筒牛仔裤,简洁大气又不会显得淡淡无趣,莫勒鞋和亮色手提包的点缀,是整套look更具时尚感。 提包外语系,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大概,就是未来的外语老师和翻译瓜,温温柔柔的样子,岁月静好大概就是每一个外语系女生的写照了吧,相遇紫色针织衫搭配格纹半身裙,温柔的颜色和材质,是让人心动的外语系小姐姐没错了美术系女生的艺术天分 同样体现在了穿搭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大胆的创技,穿搭很有辨识度,简单直接的把自己喜欢的画家画作穿身上,oversize版型的衬衫出出无拘无束的创造力,连头巾和耳环的搭配细节都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审美欧表演系女生习惯了镜头和关注, 自带气场走在校园中,就是人群中最抢眼的,长款衣衣外套内搭背带裤,空蓝黑配色和抢眼,带着酷酷的不羁感,体育系女生的穿搭以休闲风为主,但,这并不因为这必须每天都是T恤运动长裤这样的无聊搭配,长款衣裙裙外搭牛带外套,休闲舒适动感满满,时髦感也是在线的这五个院系的小仙女,咕咕, 有没有说中你的日常穿搭风格呢?你是什么乐系穿搭风格又是什么?留言区聊聊吧,咕咕,数学专业,从专业的妹子们到部分,都是很低调的休闲风。